B2G莫特 B2G莫特 哈囉大家好我是莫提 今天要介紹的阿福這一場五大陣容後呢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B2G莫特 這個莫莫OP的陣容 如果你是戰棋新手 或者說你可能就是鑽石以下的玩家 或是對阿福就不太熟嘛 又或者是 你就是不想動腦 OK你非常適合這個陣容 就是絕對必學這個 逆命比爾吉莫特的玩法 直接可以鐵頭上大師 而如果你鐵頭還是上不了那 等等我會跟你說一下在怎麼處理 這支影片也是有抽獎活動的 沒錯最近活動很多獎品很多 就是盡情關注這個 佛系送禮台 只要你有按讚此支影片留言 並且訂閱本頻道至少追蹤我的 三個社群平台可以是Twitch 直況啊IG啊FB啊走音 都可以而且你追蹤了之後 反正後面還會有一些抽獎活動 然後你就不用再一直去做這個動作 你只需要去做一次這樣子的動作 完成以上的一個條件之後呢 就可以抽Illidia的聯盟英雄一個 現在加入一套月呢 也可以提前看到 寂寞的上分攻略 以及S10的攻略 這樣子這部影片呢 也是有提前給會員們知道的 預算有限沒關係 點擊下方資訊欄 也有免費版的囤攻略專區 所以其實我們免費版跟付費版都有 只是付費你就是可以提前知道 然後呢不用跟大家內卷 只想要休閒討論的話呢 也可以加入我們頻道的觀眾群組 可以上網的QR code 好這套陣容呢 總共有兩種玩法 首先介紹第一套耳熟能詳的 冰真妮拉 這套陣容呢 就是不太需要這個專職的徽章嘛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去組成了 組成的羈絆有 三比爾吉沃特 二斧雷爾卓德 以及二征服二戰略 二鬥士 比較像是一個拼多多陣容的體系 出眾的部分 妮拉推薦的三件套就是 火炮火炮加上巨殺 帶豬女人可以去出 日眼後轉翻獎贖罪 保衛者姿勢等等的一些坦型裝備 再來嘉文的話也可以去出 保衛者 暗運解則可以去出 藍buff精進 寶寶黑書 等等的一些魔攻裝備 而又是比較關鍵的 就是我們的潘朵拉 其他通用的話可以選擇 戰鬥法師 王者饋陣 弗雷轉折 紅buff 連合防禦毅力不搖 邪惡鑰師以及治癒靈秋 可以說直接選擇匿命 這種過渡的部分呢 在前期的你就是可以去運用 斗射提携一下宇宙過度 盡量以保血量的方向為主 也因為陣容比較昂貴的關係 所以其實前期你有什麼能合的裝備 你也都可以先去優先合成 就盡量去保住你的血量 因為有的時候你再前期去 合出火炮的話 但是不一定能夠去幫助你保血打臉盛 有的時候你其實也是可以去 合什麼日炎啊這樣子的裝備 去稍微保一下你的血量的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會需要 比較多的一個經濟跟容錯 3-5或者4之1的時候身上7等之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關鍵的時機點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讓我們的陣容基本成型 通常是刷到一張的豬女啊 然後妮拉還有湊出我們的三比爾旗 莫特2伏雷族的體系就能夠很好鎖血了 如果說你已經成功鎖血 然後你的血量是很安全的一個狀況 這時候你其實就可以去回村內的經濟了 反之血量不安全遙遙遇墜 這個時候你就在7等刷到10刷到你全部都惡心 什麼叫做全部的惡心就是真的要所有的角色都惡心 像什麼妮拉惡心啊尤其是低費卡 就像什麼娜力武士啊 何韻傑啊 艾希啊 這些角色一定都是得讓他升到惡心的 然後最好呢也要有2張4費來到惡心 會是比較安全的一個狀況 2費的位置呢我們都可以換成任意的滿勇鬥士的角色 或者說重裝體系的角色 接著才會去升上8等 8等的話你就是可以去補上一些5費單卡 5費的話呢就是像賽恩啊 鋼普還有惡薩斯這樣子的角色 有這些5費卡的話也比較好拉高陣容的一個上限 接著來講到第二套的一個玩法 就是比較容易被大家遺忘的7比爾吉沃特 這套陣的一個使用情境也比較偏向就是說 欸你今天是有鏟子的 就你可能噴了一個鏟子 又或者說你可能是什麼自助餐啊這樣子的一個區域 你是能夠去合出比爾吉傳的 那你就可以去使用這樣子的一套陣容 超比爾吉沃特呢其實在13.20版本 我就覺得就有一定的強度了 只是呢爆衝真的就是過強了 強成這樣是要別人怎麼玩死吧 所以這次版本削弱了爆衝 增強豪運節以及納蒂的狀況下 可謂是超級大家強啊這個陣容 豪運節呢這次的魔力呢是直接調回了這個解放前 基本的城鎮呢就是7比爾吉沃特二戰 出裝的話呢 琳娜一樣可以去出火炮火炮 嗜血者夜色等等的一些物攻裝備 這邊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哦 就是為什麼不是出巨砂 因為我們剛剛的那個冰箏尼拉 他是出火炮火炮巨砂嘛 那為什麼高比爾吉沃特不出這樣子的裝備呢 主要就是高比爾吉沃特他其實傷害就已經很高了 他的主傷害呢是來自於比爾吉沃特炮彈的這個傷害 所以活著才是重點 這就是一個思路的轉換 所以尼拉第三件裝備呢可以去比較偏向選擇保命裝備 就是嗜血跟夜色這樣子的裝 而尼姐則是可以去出比較暴力的一個魔攻裝 像是藍buff啊 金晶無法暴龍斯 然後巨殺等等的一些魔攻裝 現在的好運姐呢也比較沒有到這麼剛需 藍buff 因為藍buff也不能讓你就是開場 卻有一個更好的啟動 所以其實我覺得出金晶也是蠻好的 那尼武士的話則是可以去出軍人防衣啊 石像鬼 可謂則是四反甲號斬等等彈裝 我們剛剛有講到呢 比爾吉沃特這套陣容呢 主要就是來自於他的這個炮彈的傷害嘛 而這炮彈傷害呢 他真是屬於物攻傷害 所以呢 需要優先做出軍人防衣來去做破防 能夠更好在前期過度達出優勢 算是合這套陣容的一個小技巧 再來就是家文呢 可以去帶比爾吉沃特的轉指揮將 以及保衛者之勢 傳說選擇的話呢 就是你拿阿福啊 普羅啊 或者說匿命都是可以來玩的 記得講到陣容過度的部分 前期也可以直接利用比爾吉沃特體系的排斥修過度 然後越早開出 5比爾吉沃特呢 你就能夠多換很多很多的怪 甚至是打出連勝 因為其實前期的比爾吉沃特的傷害死真的很高 甚至之前就有加強這個5比2級嘛 反正比爾吉沃特這個體系呢 其實已經被加強了蠻多次 就只有削弱過尼拉這張角色而已 像是這樣子的一個四倍營運陣容呢 最需要關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前期要盡量去保險 然後打出連勝 能合的裝呢都要盡量去合 就是什麼法衣啊日顏啊 都是能合的 再來3-5或者4-1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身上7等 組出我們的基本陣型 找出一張的尼拉以及一張的加紋 開出7比爾吉沃特來溫血 第二轉呢我們會給到加紋的身上 這樣子呢你就可以在開場的時候大面積的控場 觸發比爾吉沃特他這個炮彈的機制效果 如果今天真的就是很不幸的 沒有找到加紋 怎麼辦? 要開天花了嗎? 沒有我們就是先拿這個達瑞斯達瑞斯也被加強了好幾輪了 沒錯我們就先拿他來頂著 頂著舒服 這就是刷出二星的納蒂魯絲 以及二星的好運姐就能夠很好溫血 日額陣容呢其實他比較有吃香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還蠻仰賴這一些三費卡的 我們不一定要去出尼拉的完美妝 而是說你今天有一些比較多的魔光妝 那我們也可以改樣 就是好運姐這隻角色 尤其像是比較逆風的一些狀況 就是你可能在3-5的時候你就要去身上7等 接著你就是一直卡在這個7等去刷 三星的納蒂魯絲 然後三星的好運姐 以及二星的尼拉 就把它找出來 基本上也就是會比較難去身上8等啦 通常呢你是得去把這些角色 提升到一定的質量並且聞血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回存經濟 然後可能等到4-5 或者說可能都已經5-2的時候 你才有機會去身上8等 而如果你做了以上的提升成功紋血 然後血量也是健康的一個狀況下 你就可以去準備回存經濟升上8等了 8等的話就是補上達瑞絲 開出2重裝2增幅 那如果你是剛剛先用這個達瑞絲先頂著的怎麼辦 我們當然就是在8等的時候補出加紋這張牌囉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聰明耶 你們應該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再來8等的話也是比較有機會去找到鋼樸這張牌 找到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直接替換掉葛雷夫 並且給他拿剩餘的一些坦裝 讓他在前排幫忙分擔傷害 而且他在前排的時候呢也是可以就是 比較早開出技能的 可以幫隊友增加攻速以及免控 整體來說呢 比爾吉沃特這套陣容我覺得是真的非常非常適合新手 尤其是如果你傳說就是直接拿匿名的話 就是其實就貼著那幾套玩 像塔里克也是還不錯 前面他可能給你石像鬼 還說你拿到的是精進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知道偏向塔里克那一套陣容的一個玩法 可是如果說今天他調給你的裝備 也是什麼法衣啊 或者說火炮這樣子的裝備 那你可能就玩比爾吉沃特 這就是再搖擺陣容的一個關鍵的抉擇點 好如果你聽完以上的這些資訊 或者說看完了好多的影片 我們這些影片全都看過了 還是卡在金牌白金上不去的話 不要懷疑那真的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專心建議有能力的話 就報名三級教學就是最快的捷徑 而且如果你現在不報的話呢 下一季就會更難更難爬上你想要的牌位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就是你們也懂的 我們已經有搶身收到一些消息了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很想要上鑽石大石的人 真的是奉勸你投資在這一季 沒錯 早上可以是早享受啦 就是現在剛才又有這個寂寞優惠嘛 你就可以順便抽個iPhone15 而且活動也只剩下最後兩天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去填寫一下資訊欄的表單 或者就是可以去加一下 我們這個戰棋教學的一個小助手的line WUYOR騎士 OK這場的話呢 是比較逆風的一個對準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的血量 是比較低的一個狀況 然後因為三階段真的有太多的毒狗 一直在陷入我 可以看一下你看喔 三星的迷離歐有沒有 然後已經有人在四字山的時候 三星塔里克 然後也有人三星 卡特 然後再來就是也有人三星塔了 就是這一場 大在中期呢提速的壓力 真的給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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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 這樣你看這邊四字山已經有人八等 然後還刷到了二星的一個開場 你就知道這場的人有多狐了 OK這邊水袖有這個鋼譜直接拿了 因為直接拿的話 我們就是多一個激戰力嘛 可以先把這個葛雷夫給換掉 如果這葛雷夫是有二星的話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一六一給下下來 這樣你就可以再去多開一個炮手機板 這裡呢你看又在一個天虎怪 其實就是這一場真的是比較逆風 也是來自於真的太多人太火了 你看他有一個碧瑪西亞轉 而且他身上八等之後 二星加文 二星魔鬥 然後甚至他的菲歐拉也是有裝備 所以他的裝備超級滿 這也是阿福的一個優勢 如果你很習慣去使用阿福的話 其實你夠浮的話就可以長成他這個樣子 然後像那個三星凱爾呢他也很浮 就基本上他也是沒刷什麼牌 然後他就三星凱爾 他是很順便的那種三星凱爾 甚至開了兩個蒂瑪西亞轉 然後這一家的米里歐呢 大家如果回頭去看一下 他三之一還是三之二的時候 然後他也是隨便就三星了 然後就升上六等了 要怎麼知道他們根本就沒刷多少下 就是他們可以在三之二的時候 準時升上六等 然後呢還有錢 就是他旁邊還會有錢 你看他們其實可以比我早升上八等 就是用毒狗陣 你怎麼可以想得到他能升上八等 對吧 就能夠知道他有多虎了 然後這裡的話呢 然後水滴可以留 就是有一個保衛者之勢 那雖然說啦 我們中間被那個狠狐的魔鬥給斷了 臉聖 但大家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 我們一星的尼拉其實就所寫 就在四階段的時候 就只有輸那個二星的魔鬥 那個比較 就是在更狐一點的地馬西亞的魔鬥 但大家也知道地馬西亞的強度就是那樣 你其實開出一個地馬西亞轉 你就是開到大獎了 所以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OK我們這裡的話呢 就是先給甲子 給到鋼普的身上 那給鋼普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希望他站前派去開大 就是可能合一個保衛者之勢啊 或者說合一些什麼翻甲之類都行 不然就合防裝嘛 好這裡隨便爆打這個三星凱爾 而且最主要的傷害來自於哪裡呢 就是炮彈傷害 當然我想說這個尼拉很關正 沒錯很關正 但其實最高的傷害還是來自於這個比爾吉沃特 所以還是會比較希望說 你可能有一個 這一個軍人法衣會是比較好的 再來呢我們這裡 因為掉了這個夜色 夜色的話也是完全是可以先直接合成的 對面的話我靠三個烏轉喔 我又沒有看錯 三個烏轉然後三星卡里克 有點猛 但是呢他的裝備就不知道說特別特別的好 我也發現現在的版本之中 好像有些人會去玩凱撒巫師 這樣子的一個配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常常看到 但我最近是還蠻常看到 反正日服的一些高端玩家 他們其實還蠻傾向於去投資三星的進 甚至我在外服的比賽中 也都是有去看到這樣子一個狀況 這張應該是隨便報導吧 基本上我是不會去玩大東這個陣容 但是 韓服的一些精英是 會去玩的 就是其實我都有在 很隨時的觀察一些 外服的生態環境 就是每個伺服器的生態環境 真的不太一樣 但我自己是覺得 大東就是個垃圾 這裡呢繼續刷牌 好怨潔 所以我在想要怎麼醜 就是阿茄兒感覺在丟掉 因為他如果惡心感覺是還不錯 但他惡心也會卡我12塊錢 然後我現在最需要的一件事情阿 是我的好怨潔想要三星 就我前面呢是沒有去選擇升等 最主要就是前面有人 很多人什麼惡心的 非愛阿 二階段就有人惡心非愛阿 惡心基因克斯阿 就他們的質量都比我高出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會根據狀況去選擇說 我在前期的時候要不要升等 那因為 利命都是要等裝備 所以通常是不會升等 那如果說你 除非真的特別虎 可能你什麼 惡心惡羽阿 然後惡心蛇女 就是你發現 喔你自己是有機會贏的話 那你才有可能去升等 所以這是非常細節的一件事情 我們會去觀察其他的一個玩家 像是我在二之五的時候呢 我觀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其他人真的太糊了 我雖然前面二之一二之二二之三 都打了一個三連勝 但是二之五我就是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贏了 因為其他人都太糊的一個狀況 這個時候你就要選擇 喔那我們可能要去偏向打一個二連敗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就是大家要根據每一場的狀況去做調整 能保血固然是好事 但有的時候就是做不到嘛 啊就是一大堆賽狗 所以要怎麼玩 OK這邊的話呢我們要去調整一下站位 其實我覺得這一場應該就是老二了啦 所以要嘛就是老二老三嘛 因為太多這種地馬西亞怪物了 然後通常都是地馬西亞的人會贏 喔 欸我們打贏囉 打贏他久等 而且我們只有一個三星的好預計 而且還是剛三星的 大家就知道那一些什麼四之三 就三星卡特 三星這個塔里克的人也多虎了吧 我六之一才三星好預計的 OK而且我們是卡在了 七等已經刷很久 然後在八等 也是一直卡在八等喔 我是完全沒有去想過要去升上九等的 因為基本上沒有那個錢了 就還不如去追我們三倍卡 來到三星是一個更好的提升 所以的話很可惜被這個加紋控到了 但是我們第一手其實是沒被控到 喔欸鎖血 好自帶最後一波 可以三滴血 那沒有機會嗎 我覺得有點難啦 因為我們這個鋼譜 我也是在轉牌拿了一張嘛 然後自己進了一張 結果沒想到他這麼晚還沒惡心 也是真的被戰區卡了太多的錢 所以他們一直不提升 那你被戰區卡了這麼多錢 沒有提升 就變成說 你就損失了那個升九的一個戰力 就是你本來這些錢 你可能是有機會去升九的 然後結果他們就一直卡在被戰區 一直在搞你的心態 好這邊我們調整一下百味之後 沒想到打贏了 來拿這個鋼譜 趕快 就是我們鋼譜都是轉牌拿的 沒辦法就刷不到美 我就很好奇那些八等能夠一直刷到五費二斤的人 到底是怎麼刷的 就刷不到 我們每一張五費卡都是轉牌拿的 我們這裡多變了一張好遠姐 然後這裡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打贏了 為什麼打贏的 因為我們剛剛換了百味 這裡呢我就稍微先騙了一下他 然後再把他放到右邊來 他再刷牌 然後他刷到了三星的奎恩 很好 但是呢 喔 我們這邊加文控了他 全世界 有沒有 然後這個鋼譜 再開一個大 不會可以開出第二個大吧 鋼譜 可以嗎 喔 這奎恩傷害非常高 喔還好他這奎恩不是射到我們的尼拉 精神反殺 一萬點的 套戰的傷害耶 超強 我這場真的是逆境重生 而玩逆命的話 我也會建議大家要去關注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進去的時候你就要看一下 欸 這一場的對手們傳說又有那一些 像我這一場的對手就是有五個阿拉夫 然後兩個匿命一記 一個騎士 像這個時候你就會大概分析出 欸你可能有幾家同行 我是覺得如果說你今天同行沒有到太多的話 你都會過得蠻舒服的 因為像其實這一場就沒有人跟我們搶你啦嘛 雖然還是很晚才惡心 但反正就是至少你會知道你在七等刷的時候 是不太容易刷崩的 但我相信能比我飛的人應該是比較少的 至少我自己在看一些twitch的實況 又或者說 在看一些中國平台的實況的時候 我都覺得喔天哪他們的刷牌 又或者是在看一些比賽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喔天哪這些人的刷牌 怎麼跟我完全就是不同一個檔次了 不過我覺得飛有飛的好處啊 就是可以帶給大家信心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要感謝大家的耐人的收看 掰掰 好